你听说过苗族版梁众吗? 在这里,他们回来了。 在云南南疆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西部苗族区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 从前,有一对苗族降临夫妻生活在黄河长江中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里, 那里土地肥沃,生活富足。 他们老来得女,门前的湖水都升起了三道彩虹。 出生第三天,部落长老就给这个女孩取名贡庄, 寓意像避水蓝天一样洁净美丽。 贡庄一岁就会唱歌,五岁就会习舞,十岁就会绣花,十八般舞异,样样精通。 和贡庄一起长大的还有表格宙男。 据说老母亲当初怀他的时候,怀孕十二个月,干旱十二个月, 生下来就下七天七夜的大雨,庄稼,树木,万物,因此得救。 家人就给他取名宙男,寓意鱼水润泽的美男子。 宙男刚马三岁的时候就父母双亡,夕养在了贡庄家,彼此形影不离。 贡庄成年后,生得亭云丽,貌若天仙, 众男也是高大鹦鹉,财貌双全。 父母看他们青梅竹马,如此般配,就为他们操办了婚礼,洗劫连礼。 后来,苗族部落遭遇了惨烈的大战,被迫解散,流落他乡。 贡庄众男带领一只苗族,历经艰险, 迁徙到最南方的云南马关,经厂一带驻扎,被拥为王。 他们能文能武,八方归顺,一度管辖到马关,河口,玛丽坡和越南老街省,河阳省等广大地区。 在一次卫国对战中,贡庄筋骨不让须眉,披甲上阵。 但不幸中了敌人深冬击西之际,最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 第二天,敌人要来挖尸体去报宫, 贡庄众男连夜发动部落在各个山头造了99个甲石坟,迷惑敌人,从而保住了贡庄。 后来又在坟周围建了一座守坟坊,中国、越南两国的苗族都把它叫做贡庄宫殿,长去祭祀。 贡庄死后,贡庄众男悲愤欲绝,为了给他报仇,继续领兵与敌人作战,消灭赶走了入侵者,最终换来了边疆的安宁。 家国安定后,一个寒冷的冬天,周围穿上贡庄为他缝制的麻布大衣,来到他长眠的睡美人山对面,合一而睡,一睡成千古。 等到被人发现时,蚂蚁已经抬土,将他堆成了一个坟包。 也有人说,他叠化成了石柱围,日日夜夜山水相拥,守望着贡庄,人间恩爱恨时短,化作青山守万年。 为了纪念贡庄和纵男守护边疆的英雄世纪和使之不渝的爱情故事,每年农历六月十六,苗族人都会举行深贡庄祭祀仪式。 不分,不方图,战壕,无不见证着他们曾经留下的传奇。 今年的祭祀仪式上,还神奇地飞来了两只蝴蝶,循着卢生曲,翩翩起舞,久久不肯离去。 祭祀说,那是贡庄和纵男,回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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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デ讯 订阅 どこ 各 和 和 农日延稚上,选 认舞的状疆。